嗨,大家好,我是秦天 今天又来给你们分享早餐了 不知道你们平时怎么吃法棍呢 法棍的原材料并没有其他面包那么复杂 几乎没有奶油,糖之类的东西 很适合减脂器 我喜欢把肉肠切成十字花的样子 它明确的标配,鸡蛋少不了 今天还是牛奶加鸡蛋做滑蛋 这种喷射油糊可以很好地控制用油量 肉肠换成培根也是不错的选择 鸡蛋熟得比较快,煎好先盛出来 肉肠焦焦的就好了 配点生菜,把三明治组装起来 最后来点喜欢的酱 吃腻了吐司,来点法棍三明治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网上看到豆浆泡法棍就被种草了 西式食材披上中式料理的外衣 对中国味是不是挺友好 碗里放入紫菜和虾皮 家里没有榨菜,我用了泡菜来替代 做料是生抽,醋和香油 豆浆一定要热的才行 加了醋,豆浆会呈现一种絮状 这不就是豆浆油条的完美替代吗 开吃前记得来点葱花和白芝麻 我真的觉得这个吃法特别神仙了 喜欢咸豆浆法棍的朋友 咱们请扣一 喜欢三明治的请扣二 今天的早餐你们mark住了吗 再忙也要好好吃早饭哦